第一回和朕占据上风,但从刚刚的交手中,他了解到了幽柱的强盗,两人都未能遇到彼此而感到高兴,不过,形势对幽柱有着明显的不利,对手能打能逃,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,朕快速转动手臂,在手上形成了一个小型龙卷风。 幽柱仅是擦边就被刮飞了,刚停稳,朕又追了过来,幽柱连忙躲开,观众又无辜躺枪,你说招谁惹谁了,不就看个比赛吗,要不要这么好吗?双方重回场面,比赛继续,见识过旋风拳的威力后,幽柱对阵展开了猛烈攻击,逼得他无法施展旋风拳, 随着时间的推移,速度上差距很快就体现出来了,幽柱找准机会,一拳抱肝,还想捕刀事,朕飞上了空中躲避,不容他思考下一步对策,灵丸就急速飞来,朕虽慌但无乱,施展出暴风屏长,形成一个大型龙卷风硬刚灵丸,两股能量僵持一会儿,旋转的龙卷风就以似两波千斤之势,改变了灵丸方向,灵丸看似已无用物之地,实则还有一个方法,不过这个办法相当的危险,朕带着旋风拳再次杀来,朕 这一次幽柱纹丝不动,抬起灵丸要与对手印钢,一阵爆炸过后,两人都消失在擂台上,幽柱被冲到场外,而朕则被冲到了空中,原来灵丸与旋风拳碰撞的瞬间,朕走了,用暴风制造出上升气流,改变了冲击波的方向,将伤害捡到了最低,这使得幽柱虽然自信满满,但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打败朕, 非影则表示,幽柱输了就换自己上,才不管什么规则,谁敢反对就杀了谁,比赛继续,朕使出了双手旋风拳,打算就此封住灵丸,而幽柱也没有其他办法,没有破釜沉舟,放手一搏,身体迸射出恐怖的灵气,使出了从未使用过的招式,而此招不同于将灵气集中在之间的灵丸,必须满覆和提升全身的灵气,因此会对身体有着巨大的负担,也就是说,这是压箱底的招式,不成功变成人, 感谢观看